来一口糯糯的蛋包洋芋 魏州人这把土豆都做出花了 我发配 我觉得蛋包洋芋真的是 土豆泥爱好者的天花板 就是巨无敌香 尊义这边的发明的梦 不知道哎 去试试看 特地找了这家狗十一 尝尝 我们点了一个 蛋包洋芋 然后点了一个腊卤魔芋 老板反复确认说 腊卤魔芋你们吃不惯哦 但我们还是倔强的点了 换了个位置 没那么像 有吃了四分之一个了 发现自己没露上 就是蛋包洋芋怎么说呢 它这个土豆是那种炒过的土豆 泥和土豆块 这味道怎么形容的 就是挺家常的 就是有酸萝卜 有葱 有小耳干 然后拿酱油炒的 就是挺家常口味的 然后微辣 这个蛋包洋芋的这个蛋 就很有蛋香味 所以这个就是一口接一口 根本停不下来 我刚刚不仅就吃了这么多了 土豆牛和土豆块是糯糯的 但是煎的蛋皮又韧韧的 就是这个搭配真的挺绝的 然后你吃到酸萝卜的时候 会觉得很清爽 然后折耳根跟葱 是提供的那种小脆葱段的那种口感 那种很温柔的好吃 很家常的好吃 这个菜本来在我的印象里是要小吃 就是那种不太能在家里吃到的感觉 但是这个让我觉得 就是家里炒的洋芋也是这个味道 腊卤魔芋也说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我就很好奇 因为我很爱吃魔芋 还好吧 这个就是魔芋块 我觉得老板提醒 这个不好接受 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吃过魔芋的话 那魔芋确实是一个 又不像凉粉 又不像豆腐 然后喝碗又滑滑的那种 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不爱吃 但因为我本来就很爱吃魔芋 所以这个的话对我来说 就是魔芋制品了 它的提醒应该不是对它这个口味的提醒 只是对于魔芋这个产品的提醒 最后一口 那这家店的环境就比较好一点 很多人都带着自己家的小可宝贝 就不在这边吃饭了 走的人他比较喜欢吃地摊的 感觉有的人就是不太能接受 那如果你又想体验 又想追求一个比较好环境的话 可以来这家店 但我觉得其实路边的那些蛋白芋味味道 都挺不错的 所以就是说看到就吃吧